美国前第一夫人密雪儿 在民主党大会直接杠上美国总统川普 被密雪儿骂得一无是处 川普当然不甘示弱 像密雪儿预入演讲就连前总统欧巴马也不放过 弩皮欧巴马做太烂 更在推特上连环开炮 大将欧巴马政府最腐败 但骂归骂 没选倒数不到三个月 川普为了抢女性选票 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川普选在此刻特赦强选票 因为媒体几乎一面倒力挺拜登 一份最新研究显示 美国三大电视公司晚间新闻时段 川普的负面新闻 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多了150倍 超市很比例对川普选战影响不容小觑 森林新闻承环报导